大家好,我們開始這個靈修分享的時間 主要我們今天要開始閱讀傳道書 這是一年讀經的計劃,今天讀的是傳道書第一到第四章 第一章裡面,傳道者去講出人生的虛幻 開宗明言一年用五次來講虛空 這是第一章第二節,甚至程度上用到最大的表達 中文翻譯成為虛空的虛空,意思是無可比擬的虛空 極度的虛空,虛空在廣東話會不會說很煩,死不死呢 虛空的虛空在傳道書也用在最後一章裡,第十二章第八節 這就有首尾呼應的效果,傳道書觀察到什麼呢? 大自然是循環作業,人的一生卻是一去不復返 日光之下並無紳士這句說話,不知道大家有什麼體會呢? 雖然文明的發展是日生如矣,一日千里,但人的思維 對道德,存在的體會,或生命的需要,幾乎是世世代道相似的 傳道者去專心去拆救智慧,狂妄和愚昧 結果不止虛空,而且是暴風,你能捉到的都是虛無的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體會和感受呢? 而這一章裡也說,多有智慧,多有煩惱 加憎知識的,加憎憂傷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我們所謂的能者多勞呢? 但最終可能都是暴風,都是執著虛空的事 這就是第一章,第一章裡鋪陳在整卷書裡 一個很重要的順色 第二章裡,我們怎麼總括這一章呢? 我會用四個空來形容 響樂是空的 傳道者,響樂是空的 在第一節所說的 傳道者去考究,怎樣用酒來使肉體暢快或舒暢 又盡量去享福沉落 希望生命裡常有氣笑 可惜心中的空洞,仍然未能填滿 這就是虛空的 第二點,成功是空 一切成就都是空的 就算你做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你建造自己的安樂窩 你積聚很多存在 你來到滿有一個昌性 但除了你能夠享受屬於自己的那份隆隆之外 一切都是虛空的 第三點,智慧是空 第二章第十五節 多有智慧,多生煩惱 這是第一章已經告訴我 而面對死亡是無分貴賤 你是蠢或者聰明 智慧人的結局都是一樣 這也是虛空的 第四點,盧鹿是空 人盧鹿得來的也是暴風 知識、靈巧、所積聚的成就 但最終被沒有盧鹿的人拿走 第二章第21節 劉力思想第26節所說 神喜悅誰,就給誰智慧 知識和喜樂 唯有罪人,神使他勞苦 叫他將所收罪的 所堆積的 歸給神所喜悅的人 第二章第26節 有時候虛空的原因 就是在人類墮落後 神將罪人的勞苦 變成了無效 這是一個虛空的 但是神也應許 他可以將恩典 歸給他所喜悅的人 什麼是恩典 就是你所未有盧鹿過的 是百百而給你的 這就是恩典 最大的恩典 並不單是享受別人收獲 而是主耶穌基督成就的救恩 他也甘願將這個救恩白白給你和我 第二章第22節 人莫強如吃喝 且在他牢碌中享福 我看者也是出於神的手 其實第24節 可能是生活的藝術 生存的問題是我們不能夠避免 但是生活的藝術 我必須擁有 常存感恩 在這個虛空的日子裡 去勇敢過活 是神給我們一個的應許 第三章 萬物在神的定律下 各有定時 不能夠更改 人有永恆的觀念 這個是造物主的奧秘 這是第3章第11節 不認識神的時候 會看一切都是勞苦 認識神之後 可以視一切為磨練 第9到第10節 或者看來作事的人 在他牢碌上有什麼益處 我看見神叫世人受苦 使他們在其中受驚練 安分享受神的恩典 這個不算過分 第13節 我知道世人 莫強如終生喜樂行善 並且人人吃喝 在他一切牢碌之中 享福 這個是神的恩賜 這一份在牢碌之下 仍然去保持著 珍貴的感謝心情 其實非常重要 日光之下 雖然有奸惡 但也有審判 和神的報應 必要的時候 是會執行的 最後一個體會是什麼呢 就是面對死亡 人和受無疑 沒有什麼分別的 一同歸於塵土 死後的天地 大概又不同 就是人能夠升到神那裡 去永享神的恩典 第4章裡面說什麼呢 這張傳道者觀察 日光之下很多不幸的事 有受欺壓 有人去活得生不如死的警方 也有些被人去疾盜 去搶空 去一切牢碌的整個 也有什麼呢 失下無疑 但是仍然貪得無厭的 步伐戶或者守財老 最終他們孤獨中老 然而傳道者 他仍然歌頌群體的效益 在第9到第12節 他說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因為兩個人的牢碌 同德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這個人是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如果他孤身跌倒 沒有別人來扶起他 這個人就有禍了 再者 二人同歲就得暖和 一人獨歲 怎能暖和呢 有人去公聖孤身一人 如果兩個人就能去打擋他 三股合成的城市 不容易折斷 讓我們去建立一個 堅固的群體 或者讓我們去建立一個 愛的群體 在這個虛空的世代裡 我們仍然能夠去勇往直前 傳道者在這裡都觀察得到 一個治理的王 或者領袖 他的情形 可以入在這個軍王篇裡面 傳道者看到什麼呢 就是有王不肯去立間 也有王雖然有權位 但是沒有了影響力 或者說服力 有些王是怎樣呢 他被人取代了 被散奪了 也有時候 當這個王很努力過後 最終仍然不能夠蒙百姓的起源 這一切都是虛空 讀完這幾章 我欣賞傳道者很豐富的觀察 我們反問自己 我們在生活裡觀察到什麼呢 什麼令到我們在生命裡 更加有所啟發呢 或者我說 我們暫時還沒有 我就鼓勵大家去繼續讀這個傳道書 因為傳道書能夠啟發我們 這也是神的旨意 他留下這本聖經和傳道書給我們 是有神的旨意 絕不虛空 今天我們的靈收分享就到這裡了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分享 祝福大家